一年一度的捷克公元2000论坛 31号在波拉格开幕 时至俄国入侵乌克兰 冲击全球政治及经济稳定 本届论坛特别以民主的迫切危机为主题 也特别举行乌克兰战争后 保卫台湾小组对话 邀请我国外教部长吴钊燮参与对谈 蔡英文总统也再次受邀 于论坛闭幕上发表视讯演说 中华民国负责中国事务的陆委会主委邱泰三 原定9月初访美在智库发表演说 以寻求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 陆委会31号表示 邱泰三因国内重要事务将延后访美 对此陆委会发言人在1号举行的记者会上 对此并未多做说明 有时候续友确认赴美行程会在对外宣布 百年老店大同公司历经高层人士动荡 1号下午临时召开新任总经理上任记者会 大同宣布由副董事长王金来正式贞除 兼任大同总经理 台湾9月1号起将有多项交通新制准备上路 其中包括苏花改开放大型重机通行 新北苗栗地区强化科技执法 台北地区更针对台风警报发布后 不主动从河滨移动车辆的车主 开出最高4800元罚环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